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将六颗腌制梅去籽切末 葱切成葱花 备料准备 之后将洋葱一颗切末后 把我们主角美国菲瑞牛排与美国兰德牛排两面割细纹 再用肉锤将两面拍松拍平 这个油花纹路相当美丽 肉质非常的好 几个美 两面用盐跟黑胡椒调味 将牛排两面附上满满洋葱末 静置三十分钟 使肉质软化 三十分钟后 牛排刮大洋葱末取出 开火直接再下一小块奶油 并用大火煎牛排 两面各三十秒 将煎好的牛排静置三分钟 看起来相当可口 美味 这时放入刚刚软化肉用的洋葱末 热锅下一小块奶油 并加入二分之一小匙的盐跟适量黑胡椒 翻炒至洋葱成为透明后盛起静置 这时就可以来制作酱汁 利用刚煎牛排的锅 加入两大匙红酒 盐锅边倒入二分之一大匙酱油 再用生粉勾勃芡 小火拌匀及关火冷却 再来 白饭拌入腌渍莓末盛入碗中 进去碗的牛排 把它斜切片 放上洋葱末 将牛排放在饭上 淋上酱汁 最后撒上葱花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 双美牛夏里亚宾菲瑞与兰德牛排丼饭 最后一定要喊我们男主角的那句经典台词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感谢观看